好 来看一下 现在目前习拜会最新的进度 习近平已经抵达美国 那在这个凌晨的2点45分 这是香港时间 这个举行会面 那我们看看 这个习近平抵达 也包含了像是叶伦 还有加州州长纽森都来接机 直接来看看这个画面 有大批的美国的官员也都到场了 那当然才刚访完 这个中国大陆的纽森也到场了 还有前一阵子来中国大陆访问的 叶伦也都在 那还包含了中国大陆的财政部的部长 以及香港的财政司长 就这一次去参加 APEC峰会的这个陈茂坡也都在场 现场还有这个仪队也在迎接 那除此之外 还包含了王毅跟这个蔡奇 也都是这一次跟习近平随行的 这个相关的这些代表的人员 那我们看到这个央视里面的 也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标签 叫做习主席适隔六年在访美 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大批 习近平的支持者也都在他下他的饭店 酒店外头等候着 那的确这也蛮具历史意义的 六年之后再度访美也显现出 现在中美的关系 的确出现了一些些暂时和缓的一些讯号 那其实38年前 当时担任河北镇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 也是首次访美 所以他这次也讲说 要去见一些老朋友 那第一站到了这个旧金山 在金门大桥前面 当时有留下一张年轻时候的照片 这一次他要再去到同样的地方 再跟老朋友见见面 除此之外 习拜会前 看人家目击到 这叶伦老奶奶又要吃什么了 他每次吃的东西都会变成一个焦点 他竟然去吃那个很知名的汉堡店 In and all 很悠哉的买个汉堡 然后再淡定的去到机场来接机 所以还有一些网友在网络上面讨论说 是要帮习主席买一个吗 是这个叶伦 你又要先吃个什么东西垫个胃吗 所以感觉上面是不是也显现出来 叶伦对于这次的会面 非常的有信心 那我们另外看 Newson 其实还有跟这个旧金山市长 同样也在这个机场那边来迎接拜登 抵达旧金山 那美国之音有报道了 这个拜登跟习近平 他们会在费罗利庄园会谈四个小时 举行午餐工作会议 还有跟苏令文布林肯举行小型的会谈 那习近平这一次也释放了善意 同意大批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媒体 来报道习拜会 然后美国呢 也发了数百张的采访签证 那彭博社也讲说 其实记者签证的问题一直是近年来 中美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一 但是这一次中方也释放了善意 让这些大批的媒体可以随行 那另外我们看一下 拜登念兹在兹的这个军事对话 也要恢复 现在这一次呢 他讲说与习会谈的主要目标是 恢复两国之间的正常沟通 包含了军方的接触 也就是说在危急的时候呢 能够拿出这个电话来对话 我们来听一下 好 在这一次习拜会之前呢 其实中方也特别提到了飞虎队 来传达中美的友谊 因为他们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特别是纪念二战时候 这个美国援华的飞虎队的80周年 也是在传达一些特定的讯息 是不是跟美国释放善意 想要和解的一些讯息 可是另一方面看到 美国的末日飞机 却绕了中国大陆大半圈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画面呢 所以人家讲说 一方面是中方释放善意 一方面美国还在提高警觉吗 那中国大陆的军事媒体 老高峰云也提到 在这个全球飞行轨机的讯息里面 发现这个一架美军 这个E-4B末日飞机 就这样从印度起飞了 绕着中国大陆 飞行了大半圈之后 然后降落在韩国 那但是解放军这边有消息 是轰6K升空级作战 轰6K他们现在挂石 在模拟打击台湾台岛的 这个重要目标 那低空这个图房趋离外方的船只 现场的画面也透过了央视来公开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中美的和缓 是不是只有在经济上面 不在科技方面 叶伦讲说现在处理好中美的关系 是首要的任务 因为这个影响的范围非常的大 那他们有许多这个具有深厚贸易关系的 APAC经济体 这个影响的范围通通都会在这其中 那现在美国的农业界很期待说 在这一次的会后 能够靠中国大陆是不是恢复一些商机 能够再购买一些美国的大豆 那只不过呢 中国大陆它有两款的APP 现在在美国也是这样子 占领了非常多的一个市占率 比方说像是这个TING 就是拼多多的这个国际版 还有SHIN 就是这一次双十一 很多人也都在这上面购买了很多东西 那十月份的用户呢 它增加大概1.1亿人 一年增加了四倍左右 甚至已经威胁到Amazon 大概九成左右的一个销量 那所以现在很多的议员 美国的议员也在讲说 叶伦你是不是要赶快防堵 中国大陆的企业 各个层面 甚至要用一个最严格的标准 防止中国大陆的矿产 或是电池的公司 绕过这个美国的法规 然后得到一些这个税额的抵免 所以中美之间的科技战 仍然正在进行当中 我们首先来问一下杰老师 对 现在这一次 大陆方面对于现在美国关系 跟美国关系 它是用四个字来形容 叫止跌气吻 也就是说病还没有回来 它是止跌了 因为过去去年的11月 拜登跟习近平在巴厘岛建的时候 看起来那时候关系还不错 也建立了很多 同方同意建立很多协商管道 就是今年2月的一个气球 间谍气球 把整个气氛全部都搞坏了 然后双方关系就怎么样 急转直下 一直往下走 那么美国方面一直想把这个颓势 把它挽回 到了6月 布林肯才好不容易被同意到北京 然后接下来美国的高层官员 甚至这个什么叶伦 什么都络绎于土 甚至连最对中国大陆采取不友善措施的商业部长雷蒙多 都去了 中国大陆也同意让他去了 这些都是今天习近平会应邀去 美国与拜登总统进行中美元首会晤 这是中国大陆的定调 这是中美元首会晤 他的重要性放在参加A派的非正式领袖会议的前面 所以他的这个基本上就是为了美中关系去的 中美关系去的 那看起来的话 事实上我们刚刚看了这个拜登的讲话 他也很直白 他说他们第一个不寻求跟中国大陆的脱钩 第二个 他们也希望把这个关系往好的方向去改善 所以看起来的话 气氛 官方的这个动机都还是蛮正面的 那所以就是说 看起来可能会有很多正面的东西出来 那当然了 以现在整个来讲的话 美国是处于一个比较混乱的状态 他接连直接射入两场的国际战争 这两场战争 美国都不晓得会拖到什么时候 现在这个尾巴战争 你不要看它规模不大 可是也不是三两个礼拜中间可以结束的 继续打下去的话 国际社会怎么反应 对不对 它是不是会溢出的效果 这都很难讲的 那美国已经不管在军事上 在这个财务上都已经完全支持以色列了 那这也会付出代价的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说恶务战争也遥遥无期 而美国又要选举 那么现在这个 这个美国内部的冲突 党争又越演越烈 看起来拜登的这个老仇人 老仇人 川普又要重新出山了 这一场恶斗 好像是 山雨欲来 山雨欲来 无法避免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任何人 不要说拜登 任何人都希望 麻烦再少一点 那么跟中国大陆 是准备跟中国大陆 好好较量一场 可是现在客观条件不允许 而且美国的经济状况 不管美国媒体怎么讲 中国大陆 这个所谓的回升的速度不快 可是美国现在的状况更糟 那欧洲更不要讲了 所以你看 你看叶伦他们都是 都是非常非常非常认真的 在接待中国大陆 所以我觉得 这次看起来是 美国有求于中国大陆 那双方在这个气氛之下 一定会有所突破 好 来问一下院老师 对 因为这次这个APAC会议当中 大家注意的焦点 至少我们的观点来讲的话 都是习拜会了 那么这个习拜会 它其实有一段历史的脉络 就跟大家稍微强调一下 因为首先的话是军事上 那个停止互动的话 是从2021年的8月2号 佩洛西串访台湾开始 就已经取消一切 而且的话就没有所谓的 这个识别区 这个海峡中线这种问题 基本上都跨过了 那这个是接下来的话 就是在巴厘岛气氛不错 不错 但是大家想到 进一步开展的过程当中 就遇到了这个 间谍气球的事情 实际上是乌龙一场 现在大家陆陆续续也都承认了 而且美国捡到残害以后 也不公布这个实际上的情况 但是中美关系确实伤害很大 中美关系伤害很大 主要是在几个方面 就是出现了很多名词 什么原来是脱钩锻炼 后来改成去风险化 现在的decapling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应该怎么翻译了 然后另外的小院高墙出来了 然后慢慢想法观念 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美国方面的话 一直非常注意的派遣高官 到北京来表达诚意 第三个部分的话 就是要强调中国本身 这边做出来的回应 叶伦讲的这番话非常好了 他就讲说是经济不好的话 是在对大家都不好了 经济要好的时候是大家都好 这本来就有这个样子 实际上的话 我觉得在面对的 中美两国之间的情况来讲 我坦白讲 中国根本就不怕美国 因为实际上的话 中国本身说话算话的 美国现在极有可能说话不算话 因为其实拜登面临的是三场战争 他面临两场国际战争 还有一场国内选战 对不对 这个国内选战 他这个三场战争 国际的这两场中 什么叫输什么叫赢的话 就很难定义 国内的话看样子 他是真的是一个垃圾包的情况下 所以说这里头当中的话 要注意一下这个情况 他刚刚就是非常重要的强调 就是说美国的重点 其实不是在经济 也不是在科技 而是在军事 拜登刚刚讲的话非常清楚 就是说有危机的时候的话 要能够打电话联系 中国的重点 其实严格来讲只有一个了 就是这里了 就是台湾问题了 但是现在这个气氛 大家觉得气氛好不好 如果你觉得不好 那台湾可能就好 如果你觉得气氛 就是EPEC 习外汇的气氛好 那台湾就要抓紧自己的神经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头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只要美国说话算话 只要美国算话 承认三个公报 那台湾就在美国的承认下 是中国的一部分 其他不管怎么武器销售的问题 那都是次要问题 所以我觉得没有得到任何的承诺 这个会议是不会轻易结束的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正好 马上回来 建长 没想到对不起 先让我们请一下建长 我以为已经结束 没问题啊 好 我们这样讲 如果我们拉开一个战略众生来看的话 事实上我们来讨论说中美战略互移 这个说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事实上2012年那个时候的总统 还是欧巴马 他就那个时候的 中国关系专家李凯如 跟北大的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王继思他们就和写了这么一本报告 那在这个报告里面 他有提到说 如果说要建立战略互信 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在经济跟贸易方面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叶伦跟雷蒙多 都已经访问过大陆了 也就是美国想要解决这个部分 第二个关军事的部分 刚刚无论是大使或者是院老师 也都提到过 那而且16日很快就到了 也就是明天 那个印尼安全论坛里面 奥斯汀他现在已经到印尼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 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拜登跟习主席 他们是怎么样的互动 能不能促成 无论是张又霞或者是何卫东 哪一位的中央军委副主席 可以跟奥斯汀互动 这个问题其实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为什么是重中之重 因为如果两方面都没有办法 澄清自己的疑问的时候 那就有可能造成误判 第三个当初我们讲 中国战略互疑这份报告里面 他提到了在网络领域里面 但是现在更为提升 现在叫AI的部分 那现在在AI的部分 我们就等着 习拜会结束之后 会不会两国有一个共同的协议出现 那至于14B的部分 我们就看到他这样飞 大家觉得很奇怪 奇怪吗 14B是军机 他怎么可能 而且他是基载的国家作战中心 他为什么这样飞 他是载着奥斯汀要去韩国 为什么要去韩国 因为韩国那个时候 一共举办了朝鲜停战协议的联合国成员国的部长级会议 所以他去这边 他搭乘了就这架飞机 这架飞机看来好像平凡无奇 但是其实不然 其实他的一共只有四架 然后在这四架里面 事实上他比空军一号的装备还要更为完整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这前面上面有个黑黑的 这是一个雷达天线 里面他有六十几个卫星雷达的天线 而且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内部的这些图片 这是他的一个战情中心 可是我们来看重点在下面这一张 为什么下面这一张 大家认为军事都是尖端的 不 是最为可靠的 所以现在大家认为说 你可能有的触控什么 这些如果面对电池脉冲攻击的时候 可能会失效 所以他还用了一些比较过时的用按钮这些装备 所以我们这样来看 他这样飞很正常 而且他在哪里飞呢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他在台湾的东侧飞过去 所以对美国不要太有信心 他对他自己能不能安然的穿过台湾海峡 都没有把握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忙回来 对美国不要太有信心